我是胖胖 那今天我跟蓮霧都是第一次參加黑客森 然後就是我們都其實沒有電腦方面的背景 所以今天很高興的就是可以找到這麼多伙伴 然後來替我們完成開放要點初步的構想 那這邊是秀書就是原本我們健保書 健保書原本的就是格子很多 然後其實這樣的表格的陳列方式並沒有辦法讓我們民眾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該怎麼去查詢我們的藥品 那就算查詢出來之後 這些資訊的排版其實也不是非常的友善 然後可能還有很多欠缺的資訊這樣子 那剛剛是健保書 食藥書的部分藥品許可證也是一樣 就是有很多欄位可以貼 那一般民眾其實找不 大概只會用到中文品名或英文品名去填寫 其他的部分的欄位其實都有點多餘 那同樣的如果查到了這樣的製劑之後 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藥品我所要的資訊到底他提供了多少 那比較像是民眾可以知道大概就是適應症的這個部分 那其他資訊的話可能就是一些藥商相關的資訊 那一般民眾對於這個其他的資訊可能不是覺得他非常的實用這樣子 那今天的進度就是後台的進度 那我們請我們夥伴來前台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前台 我們的就是夥伴把它改良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們會先公布 我們就先跟那個觀眾確定說到底這個需求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去做了修改 那從首頁的部分開始 首頁是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對就是說最上面的話是先讓大家知道所吃的什麼樣子 因為剛好提到說大部分人收就是收名子而已 所以第一個是收藥 然後下面的話是變成是 就這個是 因為那個版新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另外一個伙伴 就是幫忙處理切斑的部分 對 那就變成是說 使用者他可以在這邊去輸入說他吃了什麼藥的藥 主要是中文跟英文的藥 那如果今天是對一般使用者來講 其實他最多就是去分辨說 他的藥是長什麼樣子 對 所以他也可以透過藥長什麼樣子來做搜尋 那這邊列說的是最基本的 比較常見的樣子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才讓他用輸入的方式然後再去搜尋 那最後的話是會排一個 就是那個藥物的搜尋排行榜這樣子 對 那搜尋的結果基本上就是 那就是搜尋結果的時候他大致上會長這樣 就是說有圖然後 這可能是那個寬度的關係 因為剛在 我幫你講看這場就是他這個形態是排右邊 對 那我們最內液的部分是還沒有切完 那這個是前段的部分 對 那後段我們就是請那個來說 好 好 那我的話就是 就是把資料就弄成一個 然後給錢 對 然後 那現在的話是有一個mark out mark out的後段 然後所以 那單上是就是用jungle的方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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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用jungle的方式來打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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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加上是用jungle的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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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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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未來就是今天做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希望前台後台可以 連接起來 那 之後還想做就是一般民眾比較care的副作用的部分 然後還有警語的部分這些需要一些專業人士來幫忙 對 然後還有一些懷孕啊或者是藥品交付作用就是後續應用的延伸 那還有說明書的連結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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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